现在来看提要320 标题是要看什么叫做解析函数 好 那这边有说 我的函数F 必须是一个单子的函数 那 后面说 而且在特定点Z0 还有它的旁边的一些临近的点 它一定只有唯一的有限导数值 意思说它很微分 它是单子的函数 它又是可微分 那我就说这个函数F 在Z0这个点上是一个解析的函数 那Z0如果 对F来说 这个Z0这个点上是解析函数的话 那个点Z0就是称作一个正规点 这边说的regular points 如果它并不是一个解析函数的话 函数F在Z0这个点上 并不是一个解析函数的话 那我们就说这个点并不是一个正规点 那不是正规点 它的另外一个讲话就是奇异点 Singurious points 好 然后要判断 到底我的函数是不是解析函数啊 后面会提出一个判断式 那叫Coshe Remain方程式 后面会有这样的一个判断式 介绍给这个读者 那我刚刚有提到的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再重复一遍 就是函数F在特定点上 称作解析函数的话 它必须是一个单子函数 然后它的微分也应该要存在 导数就是微分 它也应该可微分 那个单子函数跟可微分的概念蛮重要的 而这种概念也会用在科西黎曼 这个把它翻成科西黎曼方程式 在科西黎曼方程式里面也可以用到 要用到这两个观念 才会推出这个科西黎曼方程式 好 以上是这个概念的一个说明